同学们大家好 之前呢我们已经讲解了很多React非常基础的内容 大家呢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React是由数据驱动的一门框架 当数据发生变化 页面自动的就会跟着变化 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节课我们来讲解 Props、State与Render函数之间的一个关系 通过这节课的讲解 大家就会理解为什么数据发生变化 页面就会跟着产生重新渲染的这样的效果 打开我们之前的项目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之前写的To-Do List 我们呢打开浏览器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 当我在Input框里输入内容的时候 页面上呢自动的就会把我输入的内容显示出来 它执行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打开To-Do List来分析下代码 这有一个Input 它的值和谁做了绑定呢 和InputValue做了绑定 也就是State里面的InputValue只要发生了变化 这个Input框里的Value值就会跟着变 同时Input框监听了我自身的Unchange事件 一旦我们往这个Input框里输内容的时候 Unchange就会执行 大家看一下Unchange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点开Handle Input Change这块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 你这里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拿到最新的Target里面的Value 然后呢去更新你State里面InputValue的值 State里面的InputValue的值发生变化 页面自动就会跟着变化 那么大家之前呢已经写过这个功能了 这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State 也就是我们说的数据和页面之间互相联动 它的底层的运行机理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在这里我要把它写得很清楚 一句话来概括 当组件的State或者Probs发生改变的时候 Render函数就会重新执行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来看 当你在Input框里输入内容的时候 Unchange方法会被执行 Unchange方法被执行 你在干什么 你是不是去改变State呀 接着我们来看 一旦State发生改变 那么Render函数就会重新的执行 Render函数重新的执行 就会把里面的这块内容重新的去解析 然后拿到新的数据去渲染页面 所以你的页面就会用最新的数据被渲染出来了 大家可能不太信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儿Counsel.log一下 Render保存 然后我们到页面上打开控制台 我们刷新 在页面出手画的时候 Render函数先被自动的执行一次 我把它先清除掉 大家来看 我数一个A Input框只是发生变化 State会跟着改变 State里的数据只要一改变 Render函数就重新被执行了一次 我们继续 B Render又被执行了一次 所以讲到这儿大家应该清楚了 之所以数据发生变化 页面就会跟着变 是因为页面是Render函数宣传出来的 当数据State发生变化的时候 Render函数就会重新的被执行一次 所以页面才会跟着数据发生联动 数据一变 页面就会变化 这里数据指的不仅仅是State 它里面还包括Props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在这里我们为了演示 再创建一个组件 大家可以顺便跟着我一起去复习一下 我们的这个组件的定义 我们定义一个组件呢 叫做test.gs 这里我们怎么定义组件呢 import react 总号 component from react class test extends component component 我们呢 在这里 这么去写 render函数 这个组件呢 我就拥有一个最简单的内容 DIV 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一个副组件传递过来的content 讲到这儿 大家应该清楚 listair props是副组件通过属性传递过来的内容 它的这个内容项叫做content 我们把它展示出来 然后呢 我们export default text test 把这个组件导出去 在to do list这里面 我们去引入我们刚才建的这个组件 import test from 当前目下的test 你不写js 后这儿它会自动的去帮你找这个js文件 所以不写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 ul的底下 我们去用一下我们的这个组件 叫做test 同时记得 向它传递一个属性 传谁呢 传this.state.inputValue 我把我这个组件的inputValue 传给了子组件 然后呢 子组件呢 接收这个content的这个属性 它俩是相对应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页面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刷新 我这是说A 下面呢 会多出一个DIV 大家看 这是我们的这个test这个组件 它在URL的下面 我说B 它就会跟着变 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的副组件 向子组件传递内容的时候 子组件接收到新的内容 它就会把新的内容实时的显示出来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刚才说了 当组件的state或者props发生改变的时候 Render函数会重新的执行 那么我们看这个test的组件 它有一个render方法 它呢 没有state 但是它有props 它的props只要发生了改变 Render函数就会重新执行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在这里面呢 我们console.log一下 叫test这个组件的render 然后我们保存 然后我们保存 回到页面上刷新 点开控制台 最初的时候啊 因为副组件要渲染 所以它会自动的执行一下render 然后子组件也要渲染 所以testRender也会被默认的执行一次 接着我们看 输入一个a 副组件render 为什么 因为副组件的state发生了改变 所以呢 它就会render一次 然后我们看testRender也执行了 testRender被执行 它的原因是什么 这里面呢 其实有两个原因 我们呢 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可以从一方面来理解 test这个子组件 它呢 从副组件接受了一个content 这个content是副组件的 我们来看 content是副组件state里面的input value 当我们去输入内容的时候 state里面的input value会变化 所以传给子组件这个content 也在不断的变化 你接收的props发生了变化 那么你的render函数 就会被重新的执行 所以呢 子组件就会被重新的渲染 那么你数据一变 页面就会跟着重新渲染一次 所以做到了数据和页面的一个同步 这只是一方面 我们再来说一点 这点呢 我们要记得 当副组件的render函数被运行时 它的子组件的render都将被重新运行一次 从刚才的一个角度 大家应该知道 当props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这个组件的render实际上会被执行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 render也会被执行 什么情况呢 因为我这个子组件 是被副组件 这个render函数渲染出来的 因为在这儿渲染的 当副组件的render被重新执行的时候 子组件的render也会被重新的运行一次 之所以子组件的render会被执行 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一是它的props本身发生了改变 二是因为它是它副组件的一个子组件 副组件的render被重新执行时 子组件的render也会被重新的执行一次 这节课呢 主要就给大家讲解了 props、state和render函数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重点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记住一句话就好 这句话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课程之中 仔细的进行讲解 那么这节课呢 大家只需要记住这样一句话就行了 当一个组件的state或者props发生改变的时候 它自己的render函数会被重新的执行一次 那这节课呢 就讲解到这里 大家加油